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俗語也說,勤有功器無益 大人當然覺得讀書最重要 但對於小朋友來說 有甚麼比玩得更重要呢? 如果每天都不用背書寫字 可以到處走去玩的話 你說多好? 不過這樣就學不到東西了 這樣也不一定 為甚麼? 待會你就知道 自由遊戲是一種教育的方式 透過由優移自主,自由參與 不受成年人訂立的規則 所束縛的遊戲 令他們在愉快情緒之下 自然有效地學習 今天我來到一間幼稚園的 自由遊戲遊戲人 看看他們有甚麼玩 我幫你掛出去 我幫你掛出去 自由遊戲是否就是 讓小朋友玩那麼簡單? 其實自由遊戲是自由遊戲 在自由遊戲中 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決定 跟誰玩 玩甚麼 以及怎樣玩 在過程中 我們學校的老師 都會提供不同的物料 給他們去自由創作 自由去玩 但是否只是玩那麼簡單 其實當中都包含了學習的元素 老師在過程中 陪伴著小朋友 以及觀察小朋友 在過程中 可以知道小朋友的興趣 究竟是喜歡玩甚麼 以及可以知道他們的能力 為甚麼小朋友 適合透過自由遊戲去學習? 因為我們覺得小朋友 天生就會喜歡玩 有些小朋友 剛出生的時候 當然是不懂得跟別人玩 他們就會進行一些單獨遊戲 都是玩的 去到三至四歲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進行一些平衡遊戲 開始去看別人玩 以及跟別人一起玩 去到四至五歲 甚至五至六歲的小朋友 他們就會有些合作性的遊戲 所以不同年齡範疇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玩的元素都不同 那自由遊戲有課程嗎? 又是怎樣安排的呢? 我們自由遊戲設計的元素 主要跟隨六大範疇 包含了語文、友誼數學 個人與群體、大自然與生活 體能與健康 和藝術與創意 在我們的課程中 我們都會因應這六大範疇的元素 去設計課堂 就像今天的FreePlay主題為例 我們的主題是玩水和夏天 所以看到很多的設置和佈置上 都會以夏天和水為主 那FreePlay對小朋友有甚麼好處? 可以提升他們哪一方面的能力? 不同的遊戲中有不同的玩法 他們自己去思考和判斷 他們可以怎樣玩 特別在社交上 我們都可以看到小朋友 剛才玩的時候 會懂得照顧不同的小朋友 還有就是他們的解難能力和創意 所以剛才看到小朋友玩的時候 他們都有不同的創意 去發揮出來 FreePlay在玩之中 包含了很多學問 對於老師來說 利用FreePlay教學 不知道有甚麼難度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可能FreePlay是要給小朋友自由去玩 有時候我們就要拿捏 我們不可以限制他們怎樣玩 我們有時候就會很緊張 看到他們未必是我們預期的玩法 我們就要在旁邊一直觀察他們 看看他們玩得怎樣 我們就會做一個觀察者的角色 有時候發現他們玩玩 跟我們原本的想法已經不一樣 我們都要按著他們的興趣 繼續讓他們玩 當物料不夠的時候 可能我們又會跟他們討論一下 怎麼辦?不夠了 可以怎樣做? 我們就會是一個觀察者 還有物料提供者 那最終呢 家長會不會都接受到 小朋友透過FreePlay來學習? 我們完了FreePlay之後 都會跟小朋友做回饋的時間 讓他們知道在過程當中 他們有甚麼發現 和有甚麼興趣 小朋友回家之後 都很主動去分享 他們在學校玩FreePlay的情況 家長上學放學的時候 都有跟我們老師說 小朋友在學校玩的情況 是多麼開心 所以可想言之 其實家長也很贊同 我們FreePlay的遊戲教學方式 其實遊戲和學習兩樣東西 是絕對沒有衝突的 遊戲還可以為小朋友 帶來愉快的情緒 對於他們學習和啟發創意 都有正面的益處 所以各位小朋友 在學習的同時 每天都要多抽些時間 盡情去玩 你們說好不好? 好 FreePlay的提示 就是要放手給小朋友玩 我們不要怕他髒 不要怕他危險 要讓小朋友自己去嘗試 因為小朋友他們的好奇心實在太大了 我們給他們多些機會 在FreePlay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會發現得到更多 知道得到更多 OK